第六十一章 铁证如山 他不着痕迹地审视许七安 见他身躯紧绷 笑容勉强 宽慰道 我只是奉命带你回去问话 具体内幕不太清楚 不过呢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到了衙门 你牢记一句话 该说的东西不要隐瞒 不该说的东西 打死别说 我特冒 这道理 难道我自己不知道 根本不值三十两银子 狗屎 你这就和已经亲有关部门 处理这种没诚意的托词 有什么区别 许七安很想一巴掌 把秘密眼男人拍死 但他不敢 马车驶过一个个闹市 一条条长街 在四十出抵达打羹人衙门 许七安跳下马车 在两位打羹人的押送下 进入这座威名赫赫的衙门 他的办公场所 有两座三进的院子改建而成 阁楼耸立 穿黑一绑铜锣的打羹人 进进出出 他们神色严峻 气势凛然 不知道我会不会被送进 打羹人的大狱 那里可是 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先静观其变 我是良明 我又没犯法 许七安深吸一口气 贫富忐忑的心情 不多时 他被带进了一个小院 院门口立着两位打羹人 双方做了交接 眯眯眼男人停在院门口 笑道 进去吧 自求多福 说完 与面容严肃的同伴离开了 许七安被带了进去 两名打羹人 推开屋子的门 语气冷漠 进去 这是一间刑讯室 角落里摆出各种各样的刑具 中央是一张空荡荡的长条桌 审讯的主官没有来 许七安没敢坐椅子 站在屋里 思考着打羹人 为什么会找自己 但他还没来得及多想 脚步声传来 有人进了院子 房门推开 两名胸口 袖着银罗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肌肉一瞬间紧绷的许七安 飞快扫了眼两位银罗 诧异地发现 其中一位竟然还是老熟人 他鼻梁高挺 五官深刻 瞳孔颜色略浅 有一半的难瞒血统 正是当初睡淫暗时 在府衙后堂见到的那位银罗 又见面了 李玉春汗手 眼神里没有丝毫热露 两位银罗坐在桌后 神态严肃 目光锐利地审视着许七安 我问你答 若是说谎 大行伺候 那位陌生的银罗沉声道 是 许七安心里一沉 这两位完全是看犯人的眼神 李玉春皱了皱眉 回答问题之前 先整理衣冠 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许七安才发现 自己的衣襟过于松散 不够对称 是马车上偷偷掏银票造成的 等他紧好衣襟 李玉春神色微松 像是解开了一桩心事 那位面生的银罗问道 你知道睡淫暗的幕后主使 是钱周侍郎吗 许七安如实回答 听四天剑的彩薇姑娘说起过 那你知道 周厉对付你 也是出于报复 想到了 许七安牢记 眯眯眼青年的告诫 该说的绝不隐瞒 那天思天剑白衣们 冲入刑部救他 众目睽睽 无法否认 不如大方承认 显得风光际月 你知道周厉想置你于死地吗 知道 所以 为了不被周家报复 你绑架了威武侯的庶女 嫁祸给周厉 那位陌生的银罗 眼神犀利的光芒一闪 果然是为了这件事 许七安丝毫不慌 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茫然 和被冤枉的惊慌 大人说的话 小人听不懂 威武侯庶女被劫持那日 你为在长乐县衙门当职 去了何处 小人勾兰听取去了 小人的确独职 时常偷溜去勾兰听取 这一点 王捕头等虚例 可以为他作证 因为大伙都是这么摸鱼的 何况 我长乐县的快手 矿班逛勾兰 与你们打更人 有何干系 那你怎么解释 评书的事 衙门发放评书的记录里 多次显示 你去了内城 李玉春沉声道 小人冤枉 许七安瞪大眼睛 激动地为自己辩护 小人从未去过内城 从未在衙门取过评书 他们在旷我 我进内城 都是托人办的评书 手脚干净着呢 而委托人是杨玲 和我许七安有什么关系 两位迎罗审问了片刻 没有从许七安的话语里 抓住任何蛛丝马迹 他们相视一眼 似乎有些诧异 论其审问技巧 我也是专业的 许七安松了口气 目光瞥见形距 心里又是一紧 李玉春叹口气 不错 如果不是我们提前掌握了证据 光凭刚才的对话 说不准已经相信你了 又是在旷我 语气还很有把握似的 许七安面无表情 作为警校毕业 在警局工作过几年的专业人员 许七安有信心应对各种审问 除非对方驱打成招 那是另一回事 周侍郎已经倒台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他相信打更人不会过分为难 那位面生的银罗 从兜里掏出小本子 打开 看了许七安一眼 照着本子念 十月初一 人虚日 许七安自云陆书院返回 与宝器宣购经不咬两只 途中遭人跟踪 疑似周府的人 当晚 吴京退周府刺客 十月初二 鬼嗨日 姨女眷至云陆书院避祸 十月初五 丙银日 静内城 入教方思 刘素颖每小隔一夜 赠福香 疑似许七安所作 十月初七 雾尘日 驾马车冲撞威武侯数女 以为之手段 劫走威武侯数女 面生银罗和尚小本子 嘲讽地看了眼许七安 痴笑一声 许七安身体一寸寸发凉 像是寒冬腊月里 缺乏裹身衣物 缓缓打了个寒战 打羹人再跟踪我 在我去书院那天 就跟踪我了 这些天所有的魔话 都被打羹人看在眼里 完了 为什么打羹人会跟踪我 我只是个小快手 这不合理 许七安在心里愤怒地咆哮 他感觉到了深渊般的绝望 构线护部侍郎 劫持侯爵女儿 两桩最佳起来 足够满门抄斩 云露书院的大儒救不了他 丝天剑的白衣救不了他 没人能救他 我的脚手收拾得很干净 没有留下任何 可以定罪的证据 但跟踪我的打羹人 全程目睹了我的谋划 人算不如天算 许七安额头 浸出了痘大的冷汗 在两位银罗细血阴冷的注视中 缓缓划过脸颊 滴落在地 等等 他忽然注意到 一个不合理的细节 既然打羹人目睹了全过程 为什么不揭穿他 只要把本子递交上去 周厉就能脱罪 而挥向许家的屠刀 在迟到一个半月后 再次落下 为什么要等到周世郎倒台之后 才请他过来喝茶 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 连带着各种负面情绪 一起吐出来 低眉顺眼 小人认罪 一切都是小人干的 两位大人如何处置 悉听遵便 那位面容严肃的银罗挑了挑眉 与李玉春对视一眼 非常敏锐 李玉春笑道 刚才是为了试探你 如果你在审问中露出破绽 或者在铁证面前被催垮心智 那么迎接你的是真正的制裁 顿了顿 他收敛了严肃的脸色 笑容愈发轻松 而现在 迎接你的是打羹人的邀请 第62章 资质测试 打羹人的邀请 邀请我 许七安一时难以置信 他保持沉默 没有急着开口 你是个人才 当时在府衙后堂 我就已经确认 只是打羹人有规矩 练气竟是底线 李玉春换了个很随意的坐姿 不像刚才那样嘟嘟逼人 道 作为大风的守护者 陛下的保卫者 要求高一些是正常的 但你用自己的本事证明了你 即使是练精进 打羹人也愿意招揽你 是因为我的手段够脏 心思够缜密 所以破个录取 对 这个一半难瞒血统的银罗 在破解睡阴暗时 就表示很欣赏我 那位脸色严肃的银罗补充道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 常公主推荐了你 常公主 许七安又是一惊 常公主是哪位 她为什么要推荐 我根本不认识她 呃 我确实在云露书院里听说过她 但 我们从未见过 她为何向打羹人推举我 许七安满肚子的困惑与不解 两位银罗似乎没有为她解惑的打算 也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除了这些 两位大人不举报我的原因是 李玉春笑道 你应该知道 打羹人的职责 监察百官 贪漠国库前梁的周侍郎 与打羹人不是一个阵营 甚至 周侍郎的倒台也有打羹人组织 在推波助澜 许七安恍然 周侍郎迟早要完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对付他 只是你的小小计谋 帮我们加快了进度 那位脸色严肃的银罗说道 李玉春看了他一眼 道 孙大人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这个人我收下 请给我们一点交谈的空间 姓孙的银罗不走 而是凝视着许七安 你有选择的权力 跟他还是跟我 我们两人之间的权力差别不大 但他这个人死刃里 不知变通 跟着他的铜锣过得一般 而跟着我的铜锣 最多三年 就能在那城买一栋 还算不错的小院 工作三年 首都一套房 还真是让人难以抗拒地诱惑 许七安委婉地拒绝了孙英罗的招揽 道 当初睡婴暗时 李大人给了我将功赎过的机会 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我想在他手底下做事 这只是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 他不愿违背本心 做太多捞片门的勾当 孙英罗微微点头 赞许道 懂得知恩图报是好事 他毫不留恋地出去了 等门关上 李玉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温和地笑道 坐 自我介绍一下 本关李玉春 以后是你的头 你可以直接这么称呼 如果觉得不习惯 喊李大人也可以 喊你春歌行不行 许七安入座 略有拘谨地喊了生理大人 在我麾下做事 要无愧于心 这点你切记 李玉春告诫一句后 开始介绍打更人组织 在打更人里 最底层的是白衣 没有编制 干的是杂活 其次是铜锣 是正经的打更人 至少是练气境 月凤五两银子二十米 网上就是银锣 想百户待遇 银锣之上是金锣 是最高层次的职位 大奉金城 只有十位金锣 直接听令于卫攻 许七安点点头 这些常识他是知道的 那未冤是打更人组织的一把手 打更人的职责 监察百官 守护金城 具体业务 你往后慢慢熟悉 李玉春审视着许七安 你现在失恋精进巅峰 我有两个建议 一 慢慢积累功勋 等待机会 二 支付四百两银子 我帮你开天门 许七安毫不犹豫 我选第二个 李玉春眯了眯一眼 挺富有的吗 四天剑的采薇姑娘 借给我的 许七安脸不红心不跳的 把锅甩给大眼美人 李玉春点了点头 我先安排你更改户籍 办理相关手续 他说完就出门了 过了一阵 领着眯眯眼青年 和不苟言笑的青年进来 宋亭峰 笑起来就眯眼睛的男人 自我介绍 上下打量许七安 你可以啊 进来一趟 成童聊了 朱广笑 不苟言笑的青年说完 便不再说话 许七安跟着两人 去办理入职手续 路上 宋亭峰语气随意地聊天 跟着里头儿做事 总体上比较轻松 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破事 坏处就是 捞钱的时候要谨慎 小贪无所谓 不要太过分 那你能把三十两银子还我吗 许七安真诚地凝视着他 宋亭峰回以更真诚的眼神 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 贱人 许七安咧嘴笑 哦 是我记错了 对了 我们今晚准备去教方司 一起吗 宋亭峰发来邀请 我最讨厌这种腐朽的官场交际 许七安展颜一笑 好 办理完手续后 宋亭峰带着他朝衙门深处走去 边走边解释 入职打更人后 还有一项流程 测试资质 测试资质 许七安脑补了手 按在水晶石上 测试斗气断位的画面 是卫工定的规矩 设立的流程 宋亭峰说道 分别是智 利 以及问心 说着 他们来到一座阁楼前 卖过高高的门槛 进入一楼大厅 城中柱上挂着两具诗 愿意身心奉杀尘 不为自身求利益 这是卫工写的 用来警醒 告诫我们 宋亭峰说道 很显然 这并没有什么用 省了他一眼 话有所指 宋亭峰假装听不懂 带着他往里走 你现在是炼精进 战力就不需要测了 先测试之力 他招来阁楼内的利员 吩咐下去 片刻后 两名利员进来 手里各捧一只锦盒 宋亭峰笑道 他们两人手里的锦盒 一只里面是空的 一只里面有东西 你可以挑选其中一人询问 但只能问一个问题 而他们之中 有一个人只说假话 一个只说真话 宋亭峰黑了一声 你有一炷箱的时间去思考 我不能给你任何提示 朱广孝严谨一概地提醒道 这个问题很难 你仔细想 宋亭峰点点头 虽然卫工说 这只是小游戏 但能猜对的人很少 我虽然事后悟透了 但已经过了一炷箱的时间 据说只有经罗大人们 才能在二十席之内悟透这题 利员点了一根箱 摆在旁侧 这种简单的逻辑题 我上辈子不知道啃过多少 许奇安扭头问左边的利员 如果你是他 你会告诉我什么 那利员有点猛 似乎没想到许奇安会问这样的问题 思考了好一会儿 门声道 没有东西 许奇安点点头 伸手按在右边牙医手里的锦盒 东西在这只锦盒里 宋亭峰张了张嘴 脸色僵硬的 看向面谈同伴 多久 朱广孝语气有些郁闷 不算利员愣神的功夫 十二息 空气沉没了一秒 宋亭峰拱了拱手 无奈摇头 你能破睡银案 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他是知道许奇安这好人物的 李玉春是睡银案的主审官之一 当时宋亭峰和朱广孝 就在外面累死累活的追踪 不存在的妖物 睡银案破了之后 作为案件的参与者 他自然就知道 许奇安的存在 第六十三章 许奇安 我还有抢救的机会 问新官在楼上 你从这里上楼 一直走到顶层就成 宋亭峰把他带到楼梯口 指了指楼上 这一关没有要求 但你要记住 随心而走 过于做做的话 评分会降低 评分有什么用 许奇安反问 你倒测资质是为什么 评分四等 甲乙丙丁 资质越好 自然越容易被栽培 宋亭峰扬了阳下巴 我是乙 朱广孝闷声道 我是丙 我是个大壮丁 许奇安默默地玩了个梗 独自登楼 来到二楼时 他看见正对楼梯的红旗柱上 挂着一面古朴铜镜 镜子里映照出他的身影 许奇安没来由地心计了一下 浑身肌肉不受控制的紧绷 继而缓缓放松 内心杂念沉淀 心境平和 放下了所有功名利禄 以及私欲 这镜子有问题 这个念头刚闪过 便沉淀在心底 不去再意 强行进入闲者时间 这个念头也随之沉淀 他脚步轻松地转过拐角 来到二楼大厅 这里供奉着一尊佛陀 体态丰富 宝像庄严 向岸上摆着贡品 香火鸟鸟 佛前站着一位丽元 看着他 许七安脸色平静地 端向了几眼佛像 便不再去看 朝着第三层的楼梯走去 丽元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低头在纸上书写 似在评价 第三层供奉的是道尊 身穿道袍 手持木剑 脚踏降云 法相前同样有一位丽元 静静地看着许七安的到来 等许七安随意打亮几眼 就转身离去后 丽元同样提笔 在桌案铺开的纸张上写评价 第四层供奉的是 儒家圣人 穿如衫 带如冠 眺望远方 圣人泥宿前 依旧站着丽元 静静地看着许七安 这座圣人雕塑 与云露书院的如出一辙 许七安心里做此感慨 毫不留恋地走人了 他来到了最高层 第五层 第五层供奉的是一位 身穿黄袍的男子 他微然而立 双手拄着一柄剑 剑眉心目 气势凛然 许七安不认识这位 但那一身明黄色的龙袍 说明了一切 大奉王朝的某位君王 或者开国大帝 走到这里 他忽然明误了 问新官的真正含义 策资质只是一部分 真正的含义 是策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那面镜子的作用 是让人无法做出违背心意的举动 故意上香礼拜 糟糕 我没有礼佛 没有拜道尊 没有拜圣人 这说明 我是个不敬神不礼佛 不屑四书五经的人 这些都没关系 但第五层的这位 我一定要拜 不拜我就完蛋了 一个无君无父无事神佛的人 是不容于这个时代的 打更人是什么组织 是隶属于皇帝的间谍 护卫机构 他可以不敬三教 但不能不忠于皇帝 所以 问新官 是一次道德品质的筛选 许其安无疑是不合格的 他一口气上五楼 没一个拜的 我这种人间之谢 会被踢出打更人衙门的吧 这就罢了 关键是 打更人知道 我陷害周历的罪行 谁知道会不会因此翻旧账 这些念头逐一闪过 继而沉淀 自动忽略 许其安焦急地对抗着闲者模式 强迫自己去叩拜君王 两股意识疯狂对抗 身躯僵硬 肌肉竞篮发抖 后立在君王向前的丽媛 观察了许其安片刻 掠过他下楼去了 几分钟后 丽媛返回 许其安还站在原地 浑身僵硬着颤抖 像是手脚抽筋一般 那位丽媛 像是打量珍稀动物一样 打量许其安 低声道 我已经与楼下的同僚 交换过评价了 丽媛继续说 卫公设立问新官时 有过一个交代 倘若有人连续五楼不扣不败 那定是十恶不赦之徒 哥 再给一次机会 许其安内心焦急万分 于是 卫公又给了一个机会 单独设立了第六官 只是那一关 从未有人去过 丽媛神奇地打量许其安 你是蝎子拉屎 独一份 你放松身体 别抽筋了 他说 许其安不再与内心的 闲者模式对抗 调整呼吸 成功让肌肉不再抽搐 这时才发现 脊背已经湿透了 他跟着丽媛 绕过君王雕像 去了更深处的区域 镂空的窗户里 洒落斑驳的阳光 细细碎碎的 照亮屋中的木台 木台上刻着一行诗 杀尽敌求百万兵 腰间宝见血犹新 归来手持黄金简 满朝文武未敢言 小诗写得还挺霸气 给我看诗是什么意思 许其安侧头看了眼 沉默不语的丽媛 本来想赛点银票 从他那里套取信息 懂那位权柄滔天的宦官心意 不可能吧 别把自己给带歪了 反而死路一条 斗诗 不可能 主题显然不是比拼实材 问新官与思想品德有关 得从这方面着手 既然是考验思想品德 那为冤放这首诗 在这里干什么 许其安病除杂念 积极开动脑筋 第六关 就是给我这种 无君无师 不尽神不礼佛的 唯物主义者安排的 相当于是最后一个机会 那自然是想从我这里 挖掘出一些 珍贵的思想品德 如果我没有 那就死定了 珍贵的思想品德 豁然间 许其安想到了 一楼大厅里的那副帘子 愿意身心奉尘杀 不为自身求利益 而打更人的职责 是监察百官 未冤这首诗 同样有尽忠报国 威压百官的意思 想到这里 他豁然通透 明白了那位大宦官的意思 这首诗摆在这里 不是为了斗诗 而是共情 倘若那个无君无师的 十恶不赦之徒 真的秉性恶劣 在问新官里 他是无法对抗自己的本心 强行写出共情诗的 反之 说明他还有珍贵的品德在身 魏冤愿意给一次机会 许其安叹息般地吐出一口气 伸出手 笔墨伺候 立元递来毛笔 在木台上铺好宣纸 许其安笔悬于纸上 闭上了眼睛 我虽然心中无君 亦不屑尽神礼佛 是个地道的唯物主义者 但我非十恶不赦之徒 我心有正义 脚下有原则 我从未鱼肉百姓 从未依仗虚利身份敲诈勒索 即使这是社会常态 即使我曾拼命想赚钱 你要共情 我便赴施一手 如你所愿 许其安落笔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以丑陋的字体写下 耳时耳禄 明知明高 下明意念 上天难期 立元神色恍惚地 看着纸张上的四句话 他收了宣纸 认认真真的盯着许其安看了一会儿 道 问新官已经结束 大人自便 只是结果出来前 莫要离开衙门 每一位打更人的资质 都需卫公亲自裁定 小人这就给卫公送去 他几乎是以跑的方式 离开了楼层 楼梯里传来 蹬蹬蹬的脚步声 迅速远去 许其安感觉自己虚脱了一般 扶着木台喘息片刻 也跟着下楼 宋廷峰和朱广孝 在一楼等着他这位同僚 见许其安下楼 笑着招了招手 跪了几次 他笑眯眯的模样 像是只狐狸 下楼的立员 没有告诉他 过程和结果 许其安张了张嘴 最后选择了沉默 朱广孝不苟言笑的脸上 两条眉毛微微一皱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何止不太好 我感觉自己 在生死边缘徘徊两回了 比过山车还刺激 许其安心累的摇摇头 说道 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喝茶 休息一下 宋廷峰笑眯眯的挑一条眉 再给你请个勾篮女子 敲尖揉腿 你就像个在天桥底下 去教方司请扶香花魁 宋廷峰一愣 哈哈大笑 这个梦 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 第六十四章 各大修行体系 打更人衙门最高的建筑 是中庭的好奇楼 船尖顶 层层飞檐 四网如衣 下四层外有回廊 五六层的回廊 可坐瞭望厅 俯瞰整个打更人衙门 那位被江湖人称作 魏清衣的大宦官 便住在楼里 七楼的茶室 软塌上 身穿轻衣的男人伴依着 手里握着一卷书 天青色的衣衫 绣着繁复的云纹 做工精细考究 乌发用玉簪竖着 并绞双白 脸盘白净无虚 双眼深沉 内蕴岁月洗涤出的沧桑 魏渊是个气质 与外貌俱全的男人 儒雅清俊 深沉内敛 茶室里还有两个人 陪着魏渊饮茶看书的 是个一本正经的严肃男人 五官僵硬如雕刻 不见丝毫情绪 另一人气质阴柔 容貌俊美 丹凤眼 柳叶眉 嘴唇薄红润 乍一看 让人怀疑是女扮男装 那位气质阴柔的男子 站在廖望亭 沐浴着暖茸茸的阳光 单手按在腰间悬挂的刀柄上 道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在此处看风景 不比躲在室内看书 更有意思 魏渊放下手中书卷 笑道 能看的书越来越少了 我进来听说 四天间多了一本蓝皮书 上面记载着天地万物的本质 甚是好奇 杨燕 再过一旬 就是陛下祭祖的日子 通知下去 加紧内城的巡逻 缩减内城的通商 脸庞僵硬的男人 嗡了一声 气质阴柔的男子 吐出一口气 义父 你真不打算 征户不侍郎的位置 安插自己的人 这是必要的退让 魏轻一说了一句 目光望向茶室门口 一位蓝伊丽园低头进入 魏公 这是新晋铜锣的资质测试结果 集户籍 请您评判 立原地上一叠文书 魏软打开户籍看了一眼 新晋铜锣叫许七安 原长乐县快班快手 父亲和叔叔 都是军武出身 这些资料既重要 又不重要 重要是因为 打更人的身份特殊 必须是祖上三代以上 清清白白 许七安是大奉京城人士 土生土长 所以 许七安的身份是合格的 不重要的意思是 每个打更人都是 类似的清白身份 户籍下面 压着智力考核的结果 魏冤看了一眼 嘴角勾勒起笑容 倩柔 当初你答题时 用了几息 气质阴柔 貌美如花的男子文言 下巴微微一昂 十五息 扬艳是十九息 这位新晋铜锣 是十二息 十二息 气质阴柔的男子挑了挑眉 傲然评价道 还不错 面容僵硬的男人脸上 不见表情 道 能在短时间内 看破碎银案 这份才智 魏冤笑了 目光盯着后续的备注 补充道 捧合的丽媛 愣了五息左右 不可能 气质阴柔的男子 漠然回身 走进了茶室 杨燕皱了皱眉 也就是说 思考的时间只有七息 何等敏锐的思维 杨燕起身 抱拳道 义父 这人给我吧 是在你名下 他跟着银罗里御春 魏冤放下茶盏 望向气质阴柔的男子 你们见过他 那天在思天见 思天见 气质阴柔的男子 沉吟几秒 沈笑道 他呀 口出狂言的小子 杨燕一听 这位新晋铜锣 在李玉春手底下做事 满意地点了点头 每位金螺都 管着七位银罗 李玉春就是他麾下的 义父 战力如何 杨燕问道 炼金巅峰 没有测试的必要 魏冤笑道 此人是常公主推举的 我瞧他心思活络 是个能做事的 就特殊他加入打更人 常公主 杨燕与气质阴柔的男子 相识一眼 这个消息 魏冤并没有告诉他们 魏冤继续浏览 问新官的考核结果 渐渐地 他温和的表情变得严肃 深邃的眸光变得锐利 杨燕挺直腰杆 望向纸张 气质阴柔的男子 则大大咧咧地 走到魏清衣身边 探头一看 顿时笑了 竟是个比我还狂的小子 义父 怎么处置 笑容里 带着幸灾乐祸 魏冤抽出最底下那张纸 纸张写着丑陋的字体 耳识耳禄 明知明高 夏明意念 上天难期 魏清衣的瞳孔疏地凝固 凝视这两段话 许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夏明意念 上天难期 杨燕重复着这句话 气质阴柔的男子 眸光微闪 从短暂的惊恶中恢复 注意力与面摊杨燕正好相反 耳识耳禄 明知明高 所以这位小快手 觉得自己吃的是百姓的枝高 而不是帝王家的 杨燕想了想 问道 义父觉得呢 魏渊反问 你觉得呢 杨燕真着道 拾君之路 担君之忧 言下之意 便是不认同那句话 魏渊点点头 等将来有朝一日 那小铜锣升到了金锣 你自己与他辩论去吧 阴柔男子眉梢一阳 义父觉得 那小子将来能成为金锣 只要他是武夫 那就没有问题 魏渊笑容温和 三教各有规矩 术士受人间气韵拖累 巫骨亦然 当时之中 唯有武夫最纯粹 我虽厌恶武者以利犯禁 却也不得不承认 越是桀骜的武者 越能勇猛精进 心中无所敬 无所谓 才敢颠倒乾坤 说到这里 魏渊从桌案下 取出一块新的燕台 倒入朱砂和清水 严成红沫 毛笔占了占 在户籍上 写了假尚二字 桀骜不驯为武夫 胸怀天下为侠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假尚 打个人建立以来 得此评价者 屈指可数 某间密室 李玉春指着木桶 道 脱光衣服 坐进去 终于要踏入练气境了 许七安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瞄了眼气味刺鼻的玉桶 盛满了墨绿色的枝叶 这玩意叫洗水叶 就这一桶 差不多要150两银子 快速脱掉衣服 裤子 鞋子 赤条条地坐进玉桶 李玉春道 你没有破身吧 许七安点点头 我二叔是遇到未百户 与我说过的 练气境之前 不能破身 他舒服地靠在玉桶里 问道 头儿 你是练神境 李玉春嗡了一声 那练神境后面 是铜皮铁骨对吧 李玉春又嗡了一声 许七安就笑道 名字不好听 为什么不叫金刚镜 铜皮铁骨 过于low逼 会显得我们舞者 都是没文化的泥腿子 佛门三品叫金刚 李玉春给出解释 原来如此 许七安点点头 悉心请教 头儿 天下诸多修行体系 哪个最强 李玉春毫不犹豫地回答 道门说 他们最强 那其他体系呢 其他体系都认为 自己是最强的 哦 懂了 不过天下所有体系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 舞者最粗鄙 最上部的台面 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 因为舞夫只有怪力 却没有神意 还是不够花里胡哨 这只是表面 里头还有更大的秘密 涉及到修行体系的上限 许七安挺直了腰杆 试探道 头儿 能告诉我吗 第六十五章 绝世天才 李玉春大马金刀地 坐在玉筒边的椅子上 汉手 这些知识 你有空可以自己去藏书阁看 不过 反正我要在这里盯着你 便与你说道说道 在你的认识里 一品是不是体系的极限 许七安点点头 各大修行体系的品级 原本是模糊的 没有那么清晰的标准 直到圣人晚年 把天下修行体系 划分为九品 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 圣人并没有把他自己滑入到品级里 这是为什么 许七安问 你先听我说完 李玉春接着道 除了圣人 还有四位在品级之外 分别是古神 巫神 道尊 佛陀 他们被誉为 万劫不魔 永生不死 这下许七安懂了 神佛不在品级之中 不对 这世上真的有神仙 李玉春摇头 不清楚 许七安想了想 给出猜测 我听说 圣人只活了82 按照头儿你的说法 他应该长生不死才对 所以 其中有夸大的成分 这个问题 李玉春无法回答 因为没有答案 自古以来 仙人的传说渊源流传 长生不死 更是每一位君王的毕生心愿 但谁敢说自己见过仙人 其他体系都有超越品级的存在 但武夫没有 一品武夫就是当事之罪 李玉春把话题带了回来 所以大家都觉得 武夫是粗笔的体系 许七安忽然注意到一个问题 不对啊 四天间的术士也没有 李玉春点点头 但不可否认 术士是所有体系中 贡献最大的 这个知识点许七安知道 术士九品是医者 妙手回春 救死扶伤 术士七品是风水师 堪于地形 为百姓和王公贵族选墓地 布置家宅 做出卓越贡献 术士六品炼金术师 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 满足了老百姓物质需求 对这个时代的工业 以及手工业 做出巨大贡献 宋青同学是其中翘楚 他为人寿事业 呕心沥血 许七安觉得自己 还是穿越的早了 再还几十年 说不定能写一本 《异界风俗X评鉴指南》 此外 许七安还知道 四天剑的术士负责更新 制定皇历 直接关乎田地收成 相比起其他体系 术士简直是 为国为民的榜样 为文明的进步添砖加瓦 头儿 我突然开始疼了 许七安皱了皱眉 药水浸润毛孔 像是一根根细密的针 让他浑身都在刺痛 疼就对了 洗经乏水 李玉春道 再过一炷香 你会感觉自己 正被千刀万剐 那时候 就是我为你开天门的时候 你可以说话 分散注意力 许七安点点头 所以 我们的皇帝陛下 二十几年来 潜心修道 是为了长生不死 当今圣上封了一位 绝色道姑为国师 潜心修道二十几年 是举国上下皆知的事 甚至有落魄文人 写了皇帝陛下 与绝色道姑双修宴史 结局当然是被 和谢神兽制裁了 可是 武夫虽然没有超越品级的存在 但应该能延年益寿吧 潜心修武就好了 何必追逐 虚无缥缈的长生呢 对于许七安的观点 李玉春反问道 你炼金用了多久 十七年 许七安说 他整整卡在炼金巅峰两年 慢了些 拥有充足资源的世家子弟 十六岁左右 就能炼金巅峰 考虑到身体发育问题 十五岁是极限 李玉春说道 但是 就算是那些世家子弟 也未必能顺利踏入炼气井 因为除了每日打凹体魄的毅力 摆在他们面前的 还有美色这一关 越是忠明鼎时 越容易陷在美色里 而炼金镜只是武夫体系的初始 你可以想象 要达到高品境界 延年益寿 这有多难 我懂我懂 那福香姑娘 肯定早晚 骂我一遍禽兽不如 我今晚就叫她知道 什么叫做 一条鞭法 许七安身有同感 圆主是个舞痴 性格也倔强 喜欢钻牛脚尖 正是这种性格的人 才能日复一日地打磨身体 为武夫之道 打下坚实基础 而就算是这样 圆主每天 还得与自己的双手做激烈抗争 不给左右手装逼的机会 换成许七安自己 她可不保证自己 能坚持这么多年 更不保证 能在美色面前坚守本心 毕竟 男人虽然平时思考 实用的是上面的头 但某些时候 下面那个木有脑子的头 才是本体 渐渐的 许七安谈话的性质 越来越淡 即使说的 都是她感兴趣的修行知识 她的眉头越皱越深 疼痛快超过她忍耐极限 差不多可以了 药育的作用是刺激你的身体 让沉睡的气机觉醒 李玉春起身 单手按在许七安头顶 沉声道 开天门是很困难的事情 资质好的 我只需要运转气机 在你体内走三个周天 你就能自己寻出气感 从此内外交感 那资质差的呢 许七安担忧地问 资质越差 气机运转的次数就越多 而正常人的极限 是九个周天 也就是说 如果第八个周天 你还无法自寻气感 那你就不适合武夫这条路 李玉春凝视着她 我很期待你的资质 说完 她闭上眼睛 不再交谈 紧接着 许七安感觉一股暖流 从头顶摆会学灌入 下沉丹田 游走四肢百骸 身体似乎马上记住了运转路线 走完一个周天后 自行激荡起气机 摆脱了陪跑 自己单飞去了 李玉春睁开眼睛 略带茫然的眼神 看着玉桶里的小老弟 许七安回了个茫然的眼神 好像蛮简单的 李玉春 你自己运转几个周天试试 我看看情况 李玉春只能这么说 三周天运转结束 许七安睁开眼 她没有镜子 所以看不见 踏入恋气境带来的细微变化 首先 双眼更加明亮有神 如寒星子 单单是眼睛上的改变 就足以让她的魅力 更上一层楼 其次 气质变得更加厚重 内敛 渊庭越智 最后是皮肤 药水浸泡皮肤 刺激毛孔 排出了潜藏在毛孔里的杂质 比如黑头 通红的皮肤 透着一种娇嫩的感觉 感觉身体里 新生的力量 在四处乱串 许七安舒展四肢 抬手 隔空一掌打在窗户上 格子窗 喷一声裂开 气机外放 这是练气境初期的神意 若是刚才手握刀剑 许七安就能催发刀气 或剑气 当然 威力不会很大 毕竟她刚入练气境 像二叔那种 练气境巅峰 可以一刀劈断墙壁 也可以隔空欲舞 很好 李玉春面无表情 微微点头 你继续运转周天 搬运是强大气机的修炼法门 同时也不能松懈 对体魄的打磨 说完 她离开了密室 走出房门的一瞬间 春哥满脑子不可能的念头 李玉春扭头看了眼 裂开的窗户 嘴角一抽 绝世天才 这么轻易给我遇上了吧 对了 她的资质测试已经结束 我去问问卫公 凭了几等 如果是已 凭这一周天就自寻气感的天资 已经能加到以上 这样一来 相应的资源就会增加 如果是以上 没准能晋升甲等 甲等可是金罗的资质 他会成为打根人重点培养对象 嗯 他没有经历过战力考核 以上是不可能的 我想多了 出了院子 他直接走向打根人衙门中庭 那座高耸的好气楼 经过楼内立员的通传后 李玉春来到了第七层 看见了自己的直属上司 以及上司的上司 杨燕朝他微微汗手 阴柔男子 则没啥兴趣地 扭头跳往楼外风景 卫公 他弯腰九十度 态度谦卑 正说道你呢 幸运地得了一位人才 卫冤笑容温和 嗯 幸运地得了一位人才 这指的应该是许七安 卫公对他竟如此褒奖 可我还没有把运转一周天的事情告诉他 李玉春心里闪过疑惑 恭恭敬敬地说道 小人想知道许七安的评级 顺便向卫公禀报一件小事 第六十六章 突发任务你收他在麾下 确实该知道他的评级 卫冤语气温和 但不要想太多 也别太在意 平常心就好 当然 也记得 不要到处宣扬 前一句话还好好的 后一句话 让李玉春有些困惑 卫公是什么意思 保持平常心 别太在意 是说许七安的评级太低 让我不要因此 对他产生厌烦 轻慢等情绪 可是为什么告诫我不要宣扬 以卫公的身份 不该对一个小小铜锣 如此爱护 李玉春微微皱眉 猜不透大皇冠的意思 这时 卫冤翻开户籍 往专边缘一推 自己看 李玉春目光随之落在户籍上 看到了鲜红的两个字 假上 春歌险些失去表情管理能力 骇然道 卫公 假上 怎么可能是假上 我在打更人组织里 当差十多年 从未见过有假上评价的 即使是经罗 资质也只是假而已 假上是什么概念 难怪要尽我的嘴 这事要是宣扬出去 就是捧杀许七安那小子 哪个打更人能服 同时 李玉春又察觉到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资质测试有三关 分别是 智 力 问心 许七安是炼金境界 战利那一关 是没资格测试的 也就是说 他仅凭两个测试 就获得了假上的资质评价 那么 如果再加上他炼器方面的天赋 评价会提高吗 已经突破卫公定下来的评级制度了吧 那卫公会不会重新给出评级 还是保持不变 想到这里 李玉春心头竟微微火热起来 卫冤和尚护吉 随意道 记得守口如瓶 你有何事向我禀告 李玉春吐出一口气 措辞了一下 道 我已经为许七安开天门了 按照规矩 收了他四百两 卫冤道 还回去吧 假上资质的人才 本就有资源倾斜 开天门还要收费 那评级还有什么意义 李玉春点了点头 卫冤看了他一眼 笑道 天资不错 几周天寻出气感 三周天便自寻气感的 阴柔男子和杨燕 对此比较感兴趣 也盯着李玉春 一周天 李玉春说话的时候 端向三位高层的脸色 三人的表情各不相同 杨燕那张万古不变的面贪脸 罕见地出现了震惊的表情 阴柔男子从廖望庭走入茶室 阴冷的眼神 在李玉春身上一阵打量 冷笑道 不可能 他的反应最激烈 而向来如雅温和的卫冤 恍惚了一下 李玉春默默低下头 对三人的反应无比满意 下去吧 卫冤目送李玉春离开 看了眼两个义子 有什么感想 杨燕沉思一下 需要特别关照吗 卫冤摇头 无需拔苗助长 且看着吧 接着 他看向阴柔男子 笑道 你与他年纪差得不大 他如今还无法与你相提并论 往后就说不准了 挺好 也让你有些动力 气质阴柔的俊美男人点了点头 李玉春从好气楼出来 沿途碰到几位迎罗 李大人 什么是笑成这样 李玉春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发现自己嘴角差点裂到耳根了 小事 小事 李玉春摆摆手 一边大笑一边走 许其安托人给家里带了口信 自己则留在打耕人衙门 反复吐纳 搬运气机 气机的运转对身体带来的好处 让细胞愈发活跃 让精神愈发旺盛 体魄和力量 都在以一种令人欣喜的状态暴涨 这种状态持续到黄昏便停滞了 意味着 他踏入练气劲的福利已经结束 我现在的状态 感觉能打十个以前的我 原来二叔和我切磋时根本没认真 还假装一副用心对待的姿态 要是他出权力 我恐怕会当场去世 许其安随意打了几套拳 虎虎生风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他凝聚气机于双拳 尘腰下胯 隔空垂在地面 碰 地面发出闷响 崩裂出珠网般的缝隙 尘埃弥漫 徐福 许新年皱着眉头 在后厅来回踱步 许平志沉着脸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 婶婶看了眼手直脚扭裙脚 眼眶微红 秀气的眉毛 紧紧促成一团的大女儿 察觉到母亲的注视 许凌月别了别嘴 带着哭腔喊了一句 娘 你别走来走去的 晃得我头疼 沈身烦躁地骂了儿子一句 试探道 老爷 等消息吧 被打个人带走 什么都不做 才是最好的选择 许二叔沉声道 沈身咬了咬鲜艳的唇瓣 忽然一跺脚 气道 你去跑跑 关系也比干坐着好 许新年皱眉道 跑什么关系 打个人带走大哥的目的还不知道 现在不是打点的时候 就知道惹事 就知道惹事 沈身骂道 藏在袖子里的手 紧紧握成拳头 这时 门房老张跑了进来 人还没进前厅 声音已经传来 老爷 大郎让人带话来了 许新年最先迎上去 一家人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许凌月裙摆飞扬地扑倒门边 忐忑难安地盯着门房老张 门房老张站在厅前台阶上 说道 大郎说 他已经成了打更人 今晚不回家了 莫要挂念 成了打更人 许平志和许新年猛然相识 在咪咪眼和面贪男两位同僚的陪同下 许七安在衙门的办事处 领到了一件不算和珅的衣服 一块腰牌 一面铜锣 一把制式长刀 和珅的插符 大概要等两天 这面铜锣 是独属于打更人的制式法器 宋廷风嘴角嚼着糖豆 说道 它有两个作用 一 绑在胸口 能充当盾牌 护住要害 可以抵挡炼神镜高手的权力一击 二 敲击罗面 震荡音波 能动摇敌人的精神 产生炫运 头疼等负面效果 听起来好一般 宋青送我的护心镜 可是能抵挡炼神镜三次攻击 铜皮铁骨一次 这不是增强版的铜锣吗 许七安心里一动 四天间出品 当然 法器只有四天间的四品 震师能炼制 宋廷风说 你明天准时爱点蚌 头说 你以后就跟着我们了 打羹人小队最少两人 最多四人 执守京城不同区域 通常是三天轮换一次 我和广孝刚结束夜巡 最近三天都是日巡 那执守什么区域呢 许七安有点不情愿 职业班这种事 比996福报更没人性 区域暂定 每次轮换都会随机分配区域 这是为了避免 有些心术不正的 打羹人踩点 坚守自盗 宋廷风笑着说 偷到银子或者踩花 当然 这种例子很少 但不可不防 许七安点点头 任何部门都有败类 这时 一位立员匆匆过来 道 宋大人 朱大人 李迎罗传唤 春歌找我们了 许七安随着两位同僚 一起朝李玉春的办公室走去 每一位迎罗都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叫做唐 这年代做办公室叫做唐 迎罗等闲 是不出去巡逻的 这是小片井铜锣的工作 李玉春的办公室叫春风唐 房间整洁无意味 文读摆放整整齐齐 两个杯子的青花图案 朝向都是一样的 盆栽的摆放 同样如出一辙 春歌真是个精致的老男人 许七安扫了一眼春风唐 宽敞的唐内 李玉春坐在案前 把一份卷宗推到桌边 太康县的大黄山 出现了妖物踪迹 吃了不少人 你们去跑一趟 查明情况 如果妖物境界不高 当场割杀 府衙六扇门的人会协同办案 人已经在衙门外等着了 嗯 许七安你也去 积累点经验 你的战力测试 不是没做吗 这就当是实战了 妖物吃人 刚一任职 就碰到这事 我到底是欧皇 还是飞球 第67章 案件分析 京城有两个副国县 太康和常乐 宋庭峰展开卷宗阅读 许七安和朱广秀 站在左右两边 一起盯着卷宗 卷宗内容如下 太康县北边 有一座大黄山 主峰高一千多米 山脉纵横十几里 内藏丰富石灰岩 养活了周边数百上千的灰户 灰户 即采至石灰的工匠 年终开始 大黄山领域的 河流出了一只妖物 经常上岸吞吃活人 已经有不少灰户 命丧妖物口中 缺乏详细情况 行侦老手许七安 看完卷宗 做出判断 这应该是刚上报的案子 所以需要我们去调查 完善卷宗 李玉春目光在三人身上过了一遍 脸色严肃地开口 许宁燕 配刀往上紧两寸 铜锣榜的位置不够正 往左外一寸 神经病啊 你强迫症晚期了吧 许七安道 是 走出春风堂 刚跨过门槛 许七安忽然感觉 脚下踩了一个疙瘩 他自然而然地低头捡起来 却忽然僵住 银子更重了 走啊 宋廷风扭头催促 哦 好 许七安把碎银揣入怀里 脉步跟上 堂内 李玉春把放在盒子里的钱袋取出来 挂在腰上 正要出门 猛地皱了皱眉 打开钱袋 倒出一堆碎银 仔细数了一遍 立刻眉头紧锁 我丢了三钱银子 身为被同僚调侃和钱过不去的人 三钱银子 够他肉疼到天黑 三人在打更人衙门外 见到了金兆府的捕快 也是三个人 为首的竟是个女子 其余两名略显年轻 金兆府俗称斧衙 三位捕快的拆服 与许七安的快手拆服 相差不大 悬色为底 领口和袖口 相红色滚边 胸口袖的不是补字 而是一头威风凛凛的神兽弊案 一个练气静 两个练精静 许七安不动声色地观察三人 为首的女子抱了抱拳 道 三位大人 卑职吕青 我已经命人把马匹 牵到城门口 咱们上马车说话 骑马是赶路 乘马车 则是为了给大家一个 谈试的空间 又不耽误时间 打更人的地位高 其他衙门的捕手 见到打更人 天生矮一头 不过 这位练气静的女子 虽然叫着大人 态度却不卑不亢 一辆宽敞的马车 停在街边 坐进去六个人 也不嫌拥挤 打更人的三个人 坐在同一侧 府衙的三人 坐在另一侧 惊味分明 宋廷风笑眯眯地 做了自我介绍 也介绍了朱广孝 和许七安 这位你们应该不陌生 当初睡阴暗时 他就被关在府衙 金兆府的三名捕快 仔细审视着许七安 自称吕清的女捕头 抱拳道 久仰大名 睡阴暗 就是府衙金手的 作为府衙捕头 他记得许七安这个人 当时我就觉得 此人颇有能力 屡次劝说府尹大人 招揽他到府衙任职 吕清见许七安 已经成了打更人 心里惋惜地叹了口气 许七安笑着 说了几句谦虚的话 隐晦地打量着女捕头 女子当捕头 还是挺少见的 大奉王朝的女子 不全是养在规格里 对于一些天赋极高的女子 各个衙门都会给予一定的栽培 这位女捕头面容娇好 大概三十出头 眉毛比一般女子浓 英姿飒爽 身段曼妙中 透着词报般的矫健 胸口鼓胀胀的 应该是穿了束胸的内衣 说起来 许七安到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当初睡阴案 没有移交刑部 而是府衙和打更人 协同办案 当初他还为此感到奇怪 因为刑部与户部的周侍郎 眉来眼去 有同档 这些细节 直到如今才恍然大悟 卷宗内容简陋 很多细节没有说清楚 案子是你们府衙先接手的 咱们相互交流一下 宋庭峰说道 妖物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六七月份 女子捕头的声音略带烟嗓 很有雌性 有人看清楚妖物的模样吗 宋庭峰又问 最开始 当地的灰户时常失踪 家人找寻时 在河边发现了怪物的爪印 以及血迹 之后 接二连三的灰户失踪 河岸边的爪印也越来越多 当地的里长集结了灰户们 在河里撒网 打算捕杀妖物 但没有成功 渔王很轻易地就被咬破 是两期来 许七安心道 宋庭峰听完 皱着眉头问道 我疑惑的是 六七月份的是 为什么现在才上报 妖物只吞吃进山的灰户 没有袭击村落 所以一开始 太康县令没有在意 直到死的人越来越多 这才派遣捕首 联合灰户捕杀妖物 但是一无所获 吕青在说话的时候 频频看向许七安 但让他失望的是 这位破了睡淫案的人才 一直凝眉不语 几次之后 太康县令就不愿意再管 或者说 随着警察将近 他不但不处理案子 反而打算压下来 朱广孝沉声道 那为什么又上报了 吕青沉默了一下 说道 灰户们不敢上山烧灰 但赴税依旧要搅 没有法子 便绕远路进山 避开河流 结果出了意外 那次进山烧灰的二十余人 再也没有回来 附近灰户实在没有办法 就告到了府衙 宋庭峰和朱广孝相识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毒毒 这时 许七安敲了敲长条凳子 看向金赵府三人 问道 有大黄山和附近村落的地图吗 待了 考虑到妖物境界未知 我们打算先自行探查 不带当地的恢护 免得出了意外 无法顾及 吕青看向侧座的同僚 同僚从随身携带的包袱里 取出一卷图册 许七安接过地图 徐徐展开 这是一份大黄山脉的勘于图 仔细看了片刻 许七安道 我有个猜测 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 车厢一众人看了过来 宋庭峰笑地瞇了瞇眼 女子捕头 眼睛微微一亮 端正坐姿 请说 许七安道 他袭击百姓是有规律的 或者说 有很强的目的性 这或许不是一期简单的妖物作乱 吕青皱了皱精致的眉毛 何出此言 他最开始 只是吞噬靠近河边的挥护 随后范围开始扩大 以河流两岸向外辐射 一直到进山吞食挥护 这并非是单纯的为了猎食 首先 大黄山这条河绵连数百里 河内不缺余下 野兽的择食 是根据环境来决定的 而不是自身口味 身边如果不缺食物 他绝对不会舍尽求远 为了吃一口好的 特意进山猎食百姓 其次 他若是个有智慧的妖物 与野兽不同 就是喜欢吃人 那他就不会对附近的村庄视而不见 但是 他没有 他只吞食进入大黄山附近的挥护 根据行为心理学分析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驱赶 行为心理学 吕清晨思道 滑地盘 不等许契安回答 宋庭峰摇头 不 如果他拥有智慧 就绝对不会 以这样的方式化地盘 在京城近郊化地盘 这和找死没有区别 而如果他只是凶狂的野兽 是不会做出 驱赶挥护的行为 吕清想了一会儿 瞳孔微缩 大黄山里有什么让他在乎的东西 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第68章 矿 马车很快出了内城 几匹官用的粮居 被白衣们牵着等在城门口 许契安一行人换成快马 穿过外城的一条条街道 闹市 仅用了半个时辰 就离开外城 六骑立刻加快速度 火速赶往大黄山 官用的马跑的就是快 这都逼近50马了 我上辈子的马 能跑这么快吗 许契安心里敌过 小说中 常常会出现的灵气含量不同 带来的差异 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 因为炼气 本能是一种吐纳之法 一行人在正午时 抵达大黄山边缘 在关道边停下 将马绳系在路边的树干上 吃过干粮后 抄了一条阳长小道进山 六人狂奔着赶路 一刻钟后 来到了流经大黄山脚下的河流 沿河流搜寻片刻 他们找到了几个模糊的脚印 长三尺左右 宽一尺半 有四只 吕青和两位同僚 摘下杯上的包裹 取出炸药包 分发给许气安三人 以找印为中心 我们去下流丢炸药包 你们去上游 看能不能把药物逼出河 这是早已定好的计策 大凤王朝对火药的管理非常严格 配方保密 制造火药所需的材料 也全数被朝廷垄断 即使是打羹人 以及吕青等辅牙快手 对火药的成分也只是略知一二 还是嗅出来的 双方将炸药包点燃 投入河水 哄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河水溅起树丈高 很快 炸药包耗尽 一行人站在岸边 看着滚滚灼浪 等了许久 并没有见到妖物浮出河面 如果有思天剑的术士 帮忙就好了 许气安感慨道 旺气术可以通过观测妖气 来锁定妖物的位置 宋廷风喝了一声 低声道 思天剑的术士 可比我们打羹人更高贵 只听令狱圣上 这种小案子 别指望能劳动他们 思天剑的术士很高贵 我怎么不觉得 你是没见过他们 一脸崇敬地 看着我时的表情 许气安嗯地点点头 双方会合 宋廷风怂怂间 看来他是不会出来了 我的建议 是进山看看 如果大黄山里 真的有什么东西的话 许气安补充道 先检查灰护们 采集石灰岩的地区 吕青沉吟着点了点头 两拨人分批进山 一前一后 相隔数十米 宋廷风朝着吕青的背影 挪了挪嘴 腐牙的这位女捕头 身段可了不得了 你瞧那屁股 紧致结实 双腿有力 教方司的姑娘 虽然水灵灵的 但还是太柔弱了 赞同 而且这种习武的女人 有马甲线 有流畅的曲线 和紧绷的大腿 没准还有浅浅的腹肌 这让我想到了 我的老婆地法 许气安真着道 可她好像习惯了裹胸 这可不好 会造成胸脯变形 宋廷风一愣 哈哈大笑 你果然也注意到了 我就缺一个 像你这么有趣的同伴 朱广孝是个三棍 打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 对于男人来说 聊婚话 永远是一个既有趣 又消磨时间的娱乐 朱广孝看了她一眼 闷声不说话 挥护主要在大黄山 主峰采集 一行人远远地 就看到了裸露出石块的山体 就像人脸上长了白斑 常年累月地开采 把这座高耸的主峰 破坏得千川百孔 双方在山中 漫无目的地搜寻了许久 并没有发现 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聚在一起饮水的时候 吕清道 可以就地砍伐充当染料 挥护门开窑极为方便 随挖随烧 随烧随碎 山脚又有河流 草运也方便 柴婶儿挥美 利瓣利厚 府衙的另一位捕快补充道 所以税收也重 不能采挥后 就断了生路 所以告到府衙去了 许七安沉默了一下 叹息道 科捐杂水催生流鸣 明治明膏是最美味的食物 众人瞬间沉默 没人敢接茶 宋庭峰咳嗽一声 转移话题 妖物不出水 搜山的化人手不够 吕捕头 你有什么建议 虽然刚才还在 缠人家的身子 但宋庭峰并不会因为 这个女人凶大屁股翘 而轻视她 吕清真着道 我们兵分三路 两人为一组 分别去找附近村落的里长 回京城召集搜山人手 我去福尹大人那里求一求 找个思天剑的术士来帮忙 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许七安摆了摆手 说道 选一个人去找附近村落的里长 剩下的留守这里 吕清皱了皱眉 许七安看了他一眼 如果没有收获 我负责去思天剑找术士 他说的很有把握似的 思天剑的术士能听他的 吕清审视了许七安片刻 微微点头 派遣一位同伴去请人 半个时辰不到 那位炼精进巅峰的捕快 带着一名老者返回 小人姓张 是大黄山外河沟村的里长 老者不太标准地行了一礼 语气激动 小人终于等到几位大人了 你们再不来 村里百姓就接不开锅了 这事儿拖了小半年 吕清盯着他 目光锐利 神色威严 本官问你 最后进山 那十余人死在了何处 在南边 里长指着山脉南方 是从河流的反方向进去的 宋庭峰心里一动 那边也有烧灰的窑子 经过刚才的勘探 他们发现 烧灰最密集的地点 距离河流不远 灰护门绕路进山 肯定不敢选择这边烧灰 因为妖物一上岸 谁都逃不掉 里长点头 零星几个点 没有这边多 带我们去 吕清沉声道 是 里长似乎很畏惧这个女捕头 一行人往南边走去 山路崎岖 攀登极其困难 又要顾及里长这个糟老头子 走得并不快 就是这里 里长停在阳长小道上 指着前方 那是一片被挖掘出的空地 乱石堆积 直被遭砍伐 有几个山窟般的窑子 是用来烧灰的 几人现场搜寻了一番 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这里早给人清理过了 宋庭峰和吕清相识一眼 都摇了摇头 许七安道 敬瑶子看一下 几人就地取材 点了火把 抽出佩刀 谨慎地进入土窑 原以为只是用来烧灰的窑子 不会太深 可走着走着 许七安等人意识到不对劲 这哪里是窑子 分明是人口开凿处的隧道 走了一盏茶的时间 才走到底 宋庭峰眯着眼道 窑子不用挖这么深 这明显 是在开凿什么东西 也没有烟熏火疗的痕迹 吕清招来里长 赫问道 怎么回事 里长猛了 娜娜道 我不知道啊 许七安举着火把 观察着岩壁 又在地面上仔细勘察片刻 随手捡起一块 巴掌大的白色矿石 开采的是这东西 这好像不是石灰岩吧 许七安手掌发力 气机涌动 咔嚓声里 白色矿石被他捏成了粉末 他举着火把 把粉末撒响火焰 呼 火把瞬间窜起烈焰 冥簧中带着暗淡的紫色 萧石 许七安瞳孔一缩 突然升起的烈焰 让石窟内的众人吃了一惊 佩刀凝聚气机的声音 接连传来 吕清剑是许七安搞的鬼 威大怒意 你搞什么 第六十九章 神来之笔的射击 许七安缓缓扫过同僚们的脸 沉声道 这是萧石 萧石这个名称 对于在场几个读书手 缺乏相关知识的武夫来说 非常陌生 宋亭峰与同僚们交换眼神 皱眉问道 萧石 许七安真卓道 我换个名称 燕硝你们也会更了解一点 它是制作火药的主材料 在场 每个人脸色都不受控制的变了变 火药是大凤的秘书 震慑四海诸国的手段之一 但凡与火药相关的配方 材料 大凤都管制得非常严格 主要是萧石 即使是打羹人 对火药的成分也一知半解 大黄山发现了萧石矿 并有开采的痕迹 蜂脸上再没有半点笑容 异常严肃 立刻回京城 上报此事 相比起妖物作乱 萧石矿的发现 才是重要的事情 吕青盯着头发花白的李长 命令道 绑起来带走 大黄山竟然存在萧石矿 而身为李长 说毫不知情 不管如何 都得带回去审问 两名捕快摘下腰间的绳索 将李长双手捆绑在背后 压着他往外走 李长应该是不知情的 否则不会带我们来此 这不符合逻辑 而且从肢体语言等细节分析 他也不像是知情人 一个没文化的老头 总不可能是眼地板 妖物驱赶恢护的原因是萧石矿 呃 可能性不大 得请专业人士来判断 这里的萧石矿的开采时间 才能做出判断 许七安叔这里各种念头 举着火把 刚踏出洞窟 耳边传来吕青的尖叫声 小心 与此同时 他听见了破空的呼啸声 一道黑影从侧方机视而来 快到他来不及 做出任何应对 碰 许七安感觉自己被高铁列车正面撞中 强大的撞击力将他震飞出去 意识瞬间陷入黑暗 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众人措手不及 各自做出不同的应对 府衙的三名捕快 抽出配刀 摘下军弩 朱广笑一个扫腿 把里长踢进石窟 宋廷风抽刀 跟着喝道 滚进去 别出来 石窟侧面的巨石上 趴着一只体长两丈的怪物 形似熔圆 体表覆盖着厚重的甲片 额头长着尖角 琥珀色的树桶 闪烁着冰冷 残暴凶光 前肢有四指 他的腮帮鼓着 仿佛藏着暗器 随时发射出来袭击 噗 一道肉眼 几乎无法捕捉的黑影 弹射而出 直击宋廷风 后者眼睛一眯 身体反应超过脑子 本能的后仰 避开了穿心的一击 吕青公布上前 连续踏裂石块 剑起石粉 双手握刀斩击 嗡嗡 刀锋高频率的震动 叮叮叮 一连串牙酸的声音里 刀锋在舌尖 砍出刺目的火星 众人这才看到 那怪物的长蛇 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 怪物似乎感受到了疼痛 缩回长蛇 四肢撑着庞大的身体 站在巨石居高灵下的俯瞰众人 他腮帮一股 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厚重的嘶吼 咆哮声惊起山林间的野鸟 纷纷震翅冲天飞起 宋庭峰等人精神瞬间恍惚 后脑像是被人敲了一棒拳 练神静 他心里一灵 强忍者眩运 刀柄往胸口一敲 矿 铜锣嘹亮的声音 犹如木骨沉中 抵消了音波 带来了清明 双方摆脱恍惚状态后 立刻做出应对 吕青一边后退 一边吩咐 两名练精进巅峰的同僚 你们用军弩助阵 攻击他眼睛 下颌 口腔 这些都是相对柔软的地方 宋庭峰则摘下铜锣丢给朱广孝 你负责正面牵制 自己小心 他刚才清晰地看见 许七安的铜锣破损 直到一面铜锣 无法抵挡妖物的舌头 想到许七安 宋庭峰有些悲凉 虽然铜锣可以抵挡恋神 尽全力一击 可刚才怪物是偷袭得手 许七安毫无防备之下 也有可能被鱼力震碎了心脏 功灵只有一天的话 未免也太惨烈了 宋庭峰收敛情绪 拖刀狂奔 从侧面攻击怪物 柔圆琥珀色的胸襟一动 似要转身吐蛇 朱广孝抢先一步敲击罗面 震荡妖物精神 同时 气机灌输刀锋 于沉沉低吼中 斩出浑厚刀气 弧形刀气掠出 空气出现高温扭曲 怪物体型庞大 无法躲避 他低昂着头 用坚硬的鹅脚硬抗刀气 接着甩动尾巴 像是背后长了眼睛 精准无误地抽打宋庭峰 宋庭峰横刀阁挡 身子倒飞出去 另一边扑杀过来的吕青 带着机会 一刀筒向妖物腹部 依旧被他未卜仙之般地避开 炼神镜的舞者 妖族 拥有旺盛的精神力 可以辐射四周 让周遭的警务 先毫避陷于脑内 任何跟踪 埋伏 锁定 杀意 都无法逃脱炼神镜舞者的洞察 这是炼神镜独有的神意 我的妈 差点出世为洁身先死 好不容易突破炼气 童子身还没破 就殉职 许其安经历了短暂的婚厥后 清醒了过来 他听着远处激烈的打斗声 没有起身 而是匍匐着前进 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情况下 爬到了某个制高点 掏出怀里的玉石小镜 扣动背面 倾倒出送轻送的君弩和食骨毒 冷静地涂抹毒药后 他一声不吭地抬起君弩 瞄准妖物 尽等机会 狂 朱广孝敲击铜锣 震荡妖物的元神 蒙蔽他的感知 许其安正要射击 那妖物忽然一个翻身 这让宋庭峰等人一愣 不知道他这般操作是几个意思 该死 偷袭对炼神经的高手不管用 知道真正原因的许其安 暗骂一声 最稳妥的办法是继续等待 让宋庭峰几个工具人 消耗妖物 重创他 降低他的灵觉 然后他就有机会 使用这把能杀死炼神经的法器君弩 完成斩首 很快 许其安放弃了这个想法 吕青仿佛一只矫健的瓷豹 两条有力的大长腿急奔 娇斥一声 终于将高频率阵战的刀尖 捅入妖物腹部 鲜血浸染刀锋 如同接触到烧红的烙铁 痴痴作响 蒸起血烟 妖物吃痛怒吼 脑袋一歪 下颌骨荡 破空的黑影击事而出 吕青脸色一沉 娇美的脸庞浮现惊惧 他避不开这一击 当事时 鞋地里扑来一道身影 抱住女捕头 丰满脚尖的身躯 带着他向侧方翻滚 宋庭峰救援随之而来 在妖物柔软的腹部 刺了一刀 迫使他无法追击同伴 吕青感觉自己 被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抱住腰肢 身上压着男人沉重的身躯 他呼吸急促了一下 宁眸看清身上的男人 惊讶地脱口而出 你没死 许其安咧了咧嘴 差点 如果不是宋庆给我的护心镜立功的话 吕青刚想说话 看见头顶披下来怪物的尾巴 连忙抱住许其安 与他一起翻滚 碰 两人原先躺着的地方 抽打出深深的痕迹 扯平了 许其安朝他笑了一下 两人分开 默契地配合宋庭峰围攻妖物 他放弃偷袭 选择投身战斗的原因 三位练气劲 根本打不过一头练神镜的妖物 到最后 只会是妖物没被磨死 许其安自己成光感司令了 见到同伴没有训职 朱广孝和宋庭峰眼睛一亮 暗藏喜悦 许其安从怀里摸出十股毒 抹在刀刃上 抛给吕青 道 抹在刀刃上 吕青看了他一眼 退后几步 涂抹毒药 接着抛给宋庭峰和朱广孝 宋庭峰比较倒霉 涂抹毒药时 被妖物锁定袭击 长舌擦着手臂掠过 鳞片刮擦的血肉模糊 吕青在妖物身上划了一刀 看见伤口迅速变黑 继而散发腐臭 他惊喜地看向许其安 有效 有了许其安的加入 四名炼气劲联手为杀 再有两名炼精进 在旁射箭干扰 优势极为明显 妖物力大无穷 舌技无双 但庞大的体型 以及身体的构造 决定了他的无法像人类舞者 这样辗转腾挪 灵活多变 他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小心 许其安挥舞佩刀 灌注契机 劈开妖物的甩尾 就下了以伤患伤的吕青 他的虎口瞬间崩裂 鲜血长流 他怒视吕青 你不要命了 一个女人这么拼命 吕青眼波凝视他一下 破天荒的 有几分女子的娇气 嗯 嗷吼 妖物震荡空气 再次爆发出可怕的精神风暴 许其安等人早有准备 飞速倒退 拉开距离 避免被长蛇攻击 谁知 妖物逼退众人后 身子一转 四爪如飞 逃了 他钻入林子 粗暴地撞倒一棵又一棵树 开垦出一条清晰的 粗暴的路 吕青花容失色 追 不能让他跑了 妖物一旦入水 再想消灭就困难了 宋庭峰纵身跃起 踏之而行 像极了轻功超绝的武林高手 他在一棵树干用力一踏 飞到半空中 俯瞰整个林子 持刀的右手肌肉膨胀 撑裂宽松的嗅管 哼 配刀击视而出 于半空中 划出一道银亮的光束 一秒之后 密林里传来了妖物痛苦的嘶吼声 宋庭峰历劫 坠入林子 朱广孝随后接力 他的轻功不如宋庭峰 但爆发力丝毫不弱 贴地狂奔 追上了妖物 抱合着冲天而起 狠狠劈向妖物 啪 脊背插着一把刀的妖物 一个扫尾 把他抽飞 继续逃命 只剩下吕青和许奇安在追击 此爆般矫健的女捕头 死死咬在妖物身后 没有落下 但也没有追上 很快就出了林子 追逐片刻 滔滔大河在望 扑通 妖物扎入河水中 见其水花 英姿飒爽的女捕头失望中 余光瞥见许奇安高高跃起 摘下腰间一把军弩 瞄都不瞄 潇洒地扣动扳机 箭矢射出的刹那 强大的气机波动炸开 女捕头甚至没有 捕捉到箭矢的残影 耳边就传来了羞的入水声 几秒后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河面泛起了血色的水 缓缓地扶上来一只体长两张的怪物 她的死因是头部被箭矢贯穿 吕青愣愣地扭过头去 看着年轻挺拔的打羹人 许奇安怂怂肩 我一向运气好 第七十章 许奇安 我要去交方司一雪前耻 她竟能预判出妖物下水后的位置 并准确射穿大脑 这份敏锐的洞察和判断力 简直可怕 吕青以女子之身担任俯牙捕头 力压群雄 她是骄傲的 但此时此刻 对许奇安展现出的神迹 她心服口服 甘拜下风 嗯 不但实力强大 还非常谦逊低调 比那些看不起女子的男人强多了 呼 要不是怪物受了伤 中了毒 又隔着一层水流 我未必能一箭射中她 许奇安受了军弩 有些惋惜 这把弩只能射三次 那酒性太差 三次射完 就沦为普通的军弩了 本该是保命的 用来对付妖物 实在是可惜了 吕青顺着她的目光 也注意到了 这把外形平平无奇的军弩 这一看 顿时吃了一惊 军弩上刻着 繁复玄奥的阵纹 联想到 箭矢射出时激荡的契机 不难猜测 这是一把法器 打更人只有 铜锣式法器 她这是自己的私产 她说 能请来四天剑的术士 原来不是吹嘘的 吕青对这个男人的印象 再次改观 好感度提升 许奇安测了测身 不让她继续看自己的宝贝 笑道 再不捞上来 她可就冲走了 好大一笔功劳 吕青矜持地鸣嘴轻笑 点点头 两人一起入河 把怪物的尸体拖上岸 这时 宋亭峰搀扶着朱广孝 摇摇晃晃地走出林子 你们杀了她 宋亭峰难掩笑意 如释重负 沉默寡言的朱广孝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你怎么样 许奇安关切朱广孝的伤势 闷葫芦摇摇头 不碍事 只是断了两根肋骨 四人在河岸边稍作修整 两位练精进的捕快 带着李长下山 李长见到妖物的尸体 又骑又怕 小心翼翼上前 踢了一脚 以一个糟老头子 不该有的敏捷姿态逃离 等了几秒 剑没有反应 放心了 冲过来一顿拳打脚踢 无能狂怒 发泄一通后 李长扑通跪下 给许奇安等人磕头 许奇安摆摆手 我问你 南边那个山枯 什么时候开采的 李长想了想 那是以前留下的谣 南边石灰岩不多 路又不好走 很多年前就废弃了 老朽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采成这样的 许奇安又道 那边以前经常有人走吗 李长说道 道也不绝人计 你直接说 偶尔有人走不就成了 跟我拽什么文 许奇安付匪了一句 道 你且先回去 等待斧牙传唤 糟老头子 刚才被朱广孝踢了一脚 受了些轻伤 许奇安见他一直捂着腰部 吕青对许奇安的处理方式 没有意义 当即让一位同僚 送李长回去 剩下的人 原地吐纳调整 恢复体力 补充水分和食物 一刻钟后 三匹马拉着妖物的尸体 慢悠悠地走在关道上 路上 吕青把许奇安的神操作 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 言语间洋溢着钦佩之色 宋庭峰策马靠近许奇安 细弱文音地说道 他似乎对你很有好感 许奇安牺牲回应 你想说什么 宋庭峰说 吕捕头在京城六扇门里 颇有些名气 至今尚未婚嫁 每个男人都渴望成为某条路上的独行者 不是吗 在这个时代 属于大龄圣女了 许奇安笑了 那你努力 宋庭峰眯着眼 叹息摇头 我这样的人 只适合叫方思 许奇安笑 即使你所向往的灵影小道 每个清晨和黄昏都挂满了白霜 朱广笑皱了皱眉 听不懂两位同僚在打什么积风 对了 刚才你那一招是什么 许奇安问道 笑风剑法 宋庭峰说 剑法 那刚才战斗时 驴捕头切割鸡斑的刀法 也是一种绝学 等等 剑法 许奇安目光盯着宋庭峰腰间的刀 宋庭峰怂怂间 谁说刀不能施展剑法 是啊是啊 谁说没有枪头 就捅不死人 许奇安心里付费一句 谈笑间 他们看到一群百姓从陌上走来 朝着关道这边聚集 为首的正式里长 还有那位送他回去的炼金捕快 捕快无奈地摇头 他们非要过来感谢我们 李长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 高高举到许奇安面前 这是我们村凑出来的所有鸡蛋 大人 您收下吧 这半年来 我们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几位大人 替我们铲除了妖孽 说句无法无天的话 缴不起赋税 咱们只能出逃当流明去了 许奇安注视着李长忐忑的眼神 扫过灰护们 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 好 他笑着接过一篮子鸡蛋 挂在马鞍上 周围的百姓露出了笑容 这时候 他们才敢大声议论 指着妖物的尸体 喋喋不休地咒骂 我如果坚持不要 大声告诉他们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估计会吓坏他们吧 许奇安默默叹了口气 回了京城 怪物的尸体 有等候在城外的府衙白衣们接收 拉上板车 盖上白布 处理好痕迹后才进城 消失矿的事情不小 得上报上去 宋庭封嗑了煤鸡蛋 吞咽着蛋液 寄生虫警告 许奇安点点头 返回打更人衙门 三人没来得及写报告 直接去了春风堂 把事情的经过告知李玉春 春歌听完 一脸郑重 办得不错 许奇安 你立大功了 李玉春走到三人面前 亲手为他们整理着装 整整齐齐 他重新返回座位 陈英道 你们怎么看 三位铜锣相视一眼 宋庭封道 根据许宁燕的分析 妖物是有意识地驱赶恢护 而经过我们的调查 在山里发现了消失矿 这绝对不是巧合 有没有更具体 更有力的分析结果 李玉春反问 宋庭峰摊了摊手 头儿 凯人我在行 办案 也就一般般吧 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许奇安 李玉春目光里带着期待 宁燕 你怎么看 许奇安推敲案件的能力 三人是有过领教的 虽然他只是个刚踏入炼气井的新人 但有他在 总觉得莫名的踏实 人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 会下意识地依赖强者 许奇安思考了一下 道 那我做个补充 我现在可以肯定 妖物驱赶周边挥护的原因 就是为了独占萧氏矿 最开始 我觉得 他可能是 选择在大黄山流域产卵 返回京城的路人 我发现他是雄性 只是有一个问题想不通 妖物为什么会盯上萧氏矿 这东西 除了可以用药 再就是制作火药了 当然 萧氏还有其他作用 只不过许奇安觉得 时代的代沟太深 说不如不说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李玉春 却愕然地发现对方吃了一惊 江在那里 似乎想通了什么 是妖族 是妖族 他难难道 李玉春也不解释 铺开纸张 提笔集书 宋廷风带着许奇安去了文房 填写受伤文书 写完这个 咱们可以休息两天 明天不用值班 宋廷风说 你要学会适当地为自己谋求利益 这就是传说中的工商 不 代薪休假 许奇安对同僚的机制 深表赞同 离开文房 已经是黄昏 许奇安打算回家休息 宋廷风喊住了他 道 不是说好今晚去教方司吗 许奇安愣了愣 旋即看向跟在宋廷风身边的朱广孝 差一道 你的伤势不要紧 朱广孝沉声道 教方司的女子 很懂得伺候人 这是说 他们会自己动 许奇安朝他拱了拱手 的确 怎么能为了骨折这种小伤 放弃同僚之间愉悦的应酬 不回家也没关系 二叔知道 打更人要职业 而婶婶 嗯 他显然不会关注 我回不回家 他整天只会对着我哼哼唧唧 今晚不回家的许奇安 要与两名同僚 进行一场 符合大奋官场风气的应酬 目的地 教方司 类似的应酬 他上辈子经历过不少 只是形势 从聚餐 变成了逛窑子 在大凤 或者说这个时代 青楼是首选的交际场所 打更人的腰排 让他们三人在内城无事宵禁 遭遇到同为打更人的同僚 被例行问话后 便睁只眼闭只眼 三人行走在教方司的胡同里 笑起来就眯眼睛地送听风道 你以后夜巡 在教方司附近遇到同僚 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若是在其他区域遇到 最好不要松懈 你不能保证 他们大半夜出行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经听老前辈说过一个例子 曾经有位打更人与人结怨 夜里摸到人家宅子里 灭门 事后怎么都查不出来 费了很大的心思 才锁定同为打更人的凶手 详细情况 我们打茶围的时候再说 许七安笑着点头 这些圈子里的内幕 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遇到善度的 喜欢勾心斗角的同僚 人家未必愿意告诉你 对了 我们去哪个院子 西字如今的朱广孝开口 尹梅小哥 随便找一个 两个回答 前一个来自许七安 后一个是宋廷峰 朱广孝和宋廷峰 一起看向许七安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怎么想的 宋廷峰笑着拍了 拍心同事的肩膀 福湘姑娘的 打茶围是十两银子 而且 她极少陪客 通常连这几天 都只有打茶围的客人 而没有入目之兵 这是一种高明的手段 饥饿营销吗 我懂 许七安想起来了 他们两个并不知道 自己设计陷害周莉的事 这种内幕 自然不可能大肆宣传 也就不知道 她和福湘花魁曾经睡过一觉 单纯只是睡觉 朱广孝提醒道 福湘姑娘看不上我们的 她话不多 但说的都是或中肯 或善意的肺腑之言 两位同事不愿意去 饮眉小阁浪费银子 许七安想了想 道 就当时去开开眼界吗 打茶围的银子我来出 作为新人 请公司前辈吃海鲜 是惯用的应酬手段 宋廷峰和朱广孝露出了笑容 没人会拒绝善意的请客 不多时 他们来到了饮眉小阁院门口 许七安忘了眼 传来四竹之音的院子 心说 我来一雪前耻了 我来一遍 或许七安ور的片子